他最周襟見走就是高雄 高雄他萬萬沒想到 本來以為躺著閒 但是你看到韓國瑜用他的打法 然後有這麼多的動作 讓民進黨臭手不及 陳其邁簡直不曉得怎麼打 只好把所有的立委 十個立委通通拉過來 九個七億立委 一個不分期 然後在那邊講東講西 沒有獲得老百姓的認同 但是你今天看到 高雄 民進黨為什麼人心思變呢 因為裡面很多事情 打到他的要害 北漂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為什麼高雄的人口 只有老年人稍稍增加 年輕人都走光了 為什麼高雄的債務 陳其這些年執政 已經快三千億了 然後他那時候高雄那些 他以你為傲的建設 幾乎都是中央出錢 包括衛武營 包括四印的 花一百多億的那個運動館 現在也是文資館 所以他花那麼多錢 來堆砌自己的一些面貌 但是對老百姓實際上沒有用途 那今天韓國瑜他丟出了一些議題 北漂最重大的議題 然後大家看到了 他提出了你母語在家裡交 民進黨一直攻擊他 我為什麼不能在學校交 那當然你是一個議題沒有錯 可是多數的家長認為說 母語本來就在家裡交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學校在學校學英語 學國語 對啊 雙語當然主要 英語是為了讓你世界嘛 國際嘛 那為什麼母語 把國語學好 把國語學好更重要 對啊 這是最重要 這個其實多數的人認同 所以民進黨現在又打他說 他主張要蓋賭場 主張蓋賭場最早是陳吉啊 對不對 白紙黑字啊 所以所有東西打出來的話 會發現說 奇怪都打到自己 沒辦法打 那你今天看到了 民進黨很著急 然後 真的著急 真的慌了嗎 高雄真的慌了嗎 台中 高雄 這兩個是他重中之重 這兩個 只要丟掉一個他就輸 要丟掉兩個 天翻地圖大輸 那等於說 就等著總統大選被翻盤 因為你高雄會影響到周邊的 即使這次沒有拿下來 即使 屏東 台南 嘉義 然後甚至這邊 還會擴散 台南就在高雄的旁邊 因為他是這個地方的中心嘛 那台中情況也一樣 所以黃偉哲也很緊張 是 對啊 所以他非常的緊張 你看賴清德現在去屏東 就會說會有好消息 要騙你說我們高鐵要到屏東了 每天都在弄這種東西 那你如果可以做的話 為什麼要早早不做 所以你今天看到他們的緊張 已經讓蔡英文不得不下去 再三的去吹票 可是吹不出來 因為老百姓看到了 你的成績在哪裡 老百姓真的在乎政績嗎 到底為什麼民進黨這一次會 本來大家都 大家都覺得是 贏贏掉 為什麼突然之間 整個一個城市 一個城市這樣翻呢 帥將軍你從軍事戰略你來觀察 這個東西什麼都抵不過你親眼所見 親身體會的東西 你不覺得突然之間就啪 不是突然 因為以前他的奧布很厲害 他是醜聞太多了 醜聞太多 你想想看高雄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 許昆元的民進黨的市議員 諮詢陳菊 國民黨 國民黨的 他列舉了馬英九政府 你高雄所有重大建設 2100億一毛不少給你 你還在每天唱 縱北欽南 你說得過去嗎 魏武銀是以前我的銀房 是你的銀房 我們以前住過那裡 馬英九也補出很多錢 有啊 要五毛給快 魏武銀拿出來蓋一個什麼 音樂廳 台北市這麼多人口 你看我們的兩廳藝術學院 是不是天天有東西看了 沒有 高雄有這麼多群眾嗎 蓋這種華而不實的東西 對高雄老百姓實際收入 有一點點幫助嗎 所以你看啊 國民黨投資他高雄市 因為馬英九這個人 一罵就回應了 所以高雄的錢從來不少過 你還欠3000億 加起來5000多億 陳居你花到哪裡去了 我看到有個績效 所有的檢察官 辦藍博辦綠 所有的新聞媒體 全部是歌功頌德 所有的煙火 這些表面工作 做的是百分之百 但是你地下水啊 水稻啊 自鴻啊 一場雨就讓你現原形 你問問小董 我們在金門蓋了金門多少條馬路 今天有過坑洞沒有 我們是兵工耶 軍人耶 是你們做的 我們做的啊 一塊塊水 你把它灌起來啊 為什麼你們那麼強啊 全台灣的馬路都給你們做就好了 所以你說它這5000個洞 是不是暴露出偷工撿料 我們照片上一看就知道 當然是 我剛走過馬路啊 你駁油多厚 對 雞配料是什麼 細的石頭多少 砂多少 石鵝卵石多少 你下面有沒有按流掏空 這些東西一看就知道了嘛 第三個 你的能源政策讓我很害怕 全世界都知道現在氣候異常 再加0.5度 人都不要活了 對 好 全世界所有的大國家 最乾淨的能源是核電廠 因為都要減碳啊 它要減碳 它清潔啊 你不能夠增加地球的溫度啦 地球已經太熱了 瓦斯以我的軍人來講 是最恐怖的東西 所有厲害的武器啊 被氣爆 氣爆比TNT炸藥還要強 你想想看 關塘蓋這麼大的儲存庫 然後這個管線拉到桃園市 到處都市 高雄一條只是油管漏點油氣啊 就可以掀翻一條街 炸死三四十個人 你今天關塘這麼大的儲氣庫 那不是一個定時炸彈嗎 第二個 人家全世界先進國家能源政策 瓦斯是幹什麼 是應急的 就是說當你的風力沒有了 綠能沒有了 水力水枯接了 這個電要超載了 它燒瓦斯 瓦斯是容易很快點燥 馬上就可以發電 但是絕對不是拿來做基本能源 基本能源是核能 基本能源核能 第二個搞了兩兆多 搞那個風力發電 我真的很擔心 你看看美國佛羅里達 這是一個小颱風 吹成什麼樣子 國民黨沒有派一個像韓國瑜這種耐操耐打 耐罵的人下去呢 因為這種人才國民黨很少 沒有 沒有很少 這就是 那因為高雄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高雄已經變成一個大門鍋 對 可是沒有人來點燃這個 韓國瑜今天為什麼有這個能耐來點燃這個 跟他到北農的歷練有關係 他去了北農 接觸了很多書名語言 他通通懂了 他知道這些菜農講什麼話 他一去大陸妹一斤多少錢 紅蘿蔔一斤多少錢 講的在菜市場裡頭 講的頭頭是道透過網路 一播放出去 每一個人就感覺到 他就是住在我隔壁的人一樣 所以這種語言陳其邁會不會 陳其邁不會 陳其邁他是出生以國民黨四家 他比較像國民黨 對 沒有錯 他是正二代 你看他們現在講的話 就像以前的國民黨說 我要來一個什麼 阿姆斯特攤 什麼這個 就是陳其邁說 陳其邁不會講漂亮的話 對 講話比較慢 他哪不會講話 他會講話 只是講的不是老百姓的話 這個韓國瓣 這個韓國瑜 他完成了這個任務 那麼這個任務 其中有 高雄影響很大 我在這裡跟各位報告一下 為什麼影響很大 因為蔡英文在整個民進黨裡頭 他本身沒有派系 他也沒有多少子弟兵 除了現在在民進黨裡面 當然大家都知道 新潮流派系最大 鄭國會 那只有什麼 只有陳其邁是屬於他的嫡系 陳其邁他的嫡系 他本來是屬於陳水扁的 但是你知道 陳正南非常聰明 他永遠抓住那個當權的 他抓到陳水扁 陳水扁不信 他人外抓去關了 那現在接下來 陳其邁靠哪裡呢 他就靠到蔡英文當總統 他就靠到蔡英文這邊去 如果今天陳其邁這邊也輸了的話 蔡英文不要選總統了 要知道 不要選總統了 高雄這一義的意思是 對 不但是深綠的翻過來 對 而且是英系沒有了 英系沒有了 英系最大的一咖就在這裡 沒有錯 這是他的重兵 這是他的重兵 各路諸侯沒有他的兵馬 因為原來花媽 陳菊他是新潮流的 對 原本他支持劉士芳的 然後在黨內初選 被陳其邁拿了 而陳其邁是蔡英文自己人 結果如果沒有了 蔡英文也game over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請問如果你是新潮流的 如果你是新潮流 表面上 檯面上 你不敢反說 你不敢說 你不支持陳其邁 在私底下 你肯動嗎 你肯動嗎 沒有動 好吧 我有沒有講 有沒有動 我們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我們就自己 以邏輯去推測好 去演繹出來 所以他今天的危機在這裡 外有強敵 內部又不合 為什麼新潮流不願意動 新潮流幫他 自己也可以分一分 難道分不到嗎 你是要以大局 還是以你個人 就是說如果 如果我是新潮流 我來幫陳其邁 我先共譽外伍 然後分到你當選以後 我不能分嗎 你不會分我嗎 可是現在是總統呢 你要看總統大局 是不是這樣子 那只有一個位置 沒辦法分 對 民進黨裡面 這種合中連橫 從福利國 美麗島 新潮流 當年怎麼合中 怎麼連橫 怎麼打擊 人前握手 背後就捅你一招 因為是